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老丁讲期 今天给大家讲的一盘也是冷门开局 叫气马十三招 但这个手法可能说跟正普的手法不大一样 也是经过改进的 伟天就说也是没少改进 好 来咱们看一下这个开局 正普是当头暴队顺炮的开局 空气炮拼5 黑气是炮8拼5 空气马二进3 黑气是马8进7 在这一步有很多的时候 政府就说很多的先手机选择了 就是说横距对直居 或者直居对横距 而这一步就是说 我见老多的汽油走 这一步一般都是直居2 咱们为了走 就是一会儿为了把这个 就是说咱们设置了这个炮 也就是所谓的陷阱 为了把这个目的给实现 咱们这一步选择的居1进1 咱们出了一个横距 没有出直居 这是横距对直居了 黑气是居9拼8了 空气居1平6 然后是黑气选择的是马2进1 起编码 空气选择的是G6进6 直接选择了进鱼杀炮了 黑气选择了炮而进了错询和炮 空气选择的是 直接G6进6进6 直接选择了进1进6 空气抓炮 黑气选择了逐1进1 用编码保了一部炮 这旗就是说 如果说陷阱要是实现不了 那没办法 怎么说呢 咱也得接着干 这旗呢可以就是说 有丑炮8平6的 起反攻马的局势 但是为了咱们这个陷阱实现 这步咱们不能按政府去走 这步选择是马8进7 马8进7以后呢 也就是说给黑旗说 给他设置一个陷阱 想着让这个黑旗在炮8平3 过来打一步 这个旗也是有 好多人也经常这么走 这步黑旗选择炮8平3 黑炮8平3 选择了就是说 马上有个就是说炮3进3 砸咱们7度马的一个旗 而这一步呢 如果说我先把马回来 那完全不符合这一个开局的原理 我跳我心 我感觉这步子也是不好 你这个马没什么位置可跳 我选择这些炮8进5 直接给他做交换了 这步直接做交换了 炮8进5以后 这边就是说黑炮有个三进3 黑炮三进3以后 把这马给砸掉了 咱们选择的是红炮8平3 把黑马砸掉 如果说现在就是说 黑旗要想杀旗 他就必须要把中兵给做掉 而现在我红旗这个就是说 三路马已经保住了红中兵 那没办法 你这个中破你发不过来 你现在发中破以后 直接进马 马直接踏中了对不对 也是没有招 黑旗这一步选择了 直接就是说炮3平7了 直接把马做掉 做掉以后选择 想到下一步 直接打中打过来以后 这岂又厉害了 而在这一步 刚好他入了咱们的局 咱们有个炮五金寺 红炮五金寺 直接砸中就要一枪 而在这一步 如果说呢 不思路是呢 看一下 不思路是这边有个就是说 也是进去抓 巨九进来抓炮 有一部假象 这部名字也就是所谓的 明修战斗暗住陈昌 给他的感觉 给黑旗的一个错觉 就是说我进去抓你炮 如果说这期你要躲炮了 打比方说 这部你躲炮 你选择就是炮7平8 我这期有个G9平的霸王鞠 这形成个铁门钻的一个局势 不管怎么走这级无几 你现在回市以后 这些局势进市 前局一进市 这些到底死期了 那这个期的问题出在哪呢 这个市补错别人的 因为老江做不出来 那咱们再回来看一下 如果说不补四路四 再补六路四 四六进五 四六进五呢 咱们红旗还是仍然选择 是G9金 还是做这一步假象 还是想着就是说让黑炮去躲 在这一步如果说一说 你躲炮以后 黑炮你7平8 我这边还是去9平的霸王鞠 还是要杀底 而这步就是说 现在是杀不死 但是老江可以出来 如果说你刚才是 把市上错别人 那老江出不来 你这个出老江也就毫不犹豫 直接说劲敌 前局一进是杀底市 杀底的交易箱也是没办法 这个市如果说你回市市掉 那这期也就马上要报废了 这边有个居留瓶是赵一江 居留瓶赵一江 老江做不了中 因为中间有炮 没办法 黑街省说把炮垫上炮瓶 电炮了 电炮这毫不犹豫 居士进五直接杀 杀炮就一江 这个老江也说现在也不敢做 这老江做了也是实际 老江做完以后 咱这边有个居士进一锁喉了 马上双炮无解了 双炮你垫不了紧 对不对 那也是没有办法了 黑炮只能说炮八推四 打咱的底炮做一个交换 黑炮退回家 走了一步 那么你这么走就是说 你退炮我做交换 这我肯定不跟你交换 因为我这边马上我只要躲一步炮 我只要中路重双炮以后 黑骑士无解 那我选择了炮无退一 炮退一以后 你设计还是垫不上 没办法七路足在四 那只能说黑骑士或近期足 如果说你现在 中路重双炮 我这期有个炮八拼我的骑士 我可以垫上 那么在这一步 咱也不能给它机会 咱选择了就是炮无禁一 而这一步双炮无垫 不管怎么走 这期也是没有了 这是没有招了 你现在出去以后 我这还是说炮三拼五了 中间双炮无解了 比如说你出去对局 我这边有个炮三拼五 好 感觉精彩的兄弟 记得百度搜索老丁讲期 微信公众号关注 老丁讲期 这个题呢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手法 就是说 之前有朋友给我反映说 黑骑士多呀 说 他就说 我为什么要躲炮 不躲炮 咱们再看一下 倒回来看一下 这部如果说不躲炮 也有这么走的 就是说直接 G8尖 有个G8尖 直接做交换 那如果说你G8尖 做交换 这期我就不能走 这个G9平6了 我走G9平6 这个就没有意义了 因为我G9平6以后 霸王军 你这个期直接出老将了 这期杀不死了 那我现在就不能 杀你这个底次了 对不对 我杀你底次 你受推是直接砍掉了 而刚才的不能砍 那这一步呢 如果说 可以选择G8尖 直接做交换 直接怼炮了 那么他G9平4 双追卡住四流线 卡住这个两类 G9平6这一步就是说 为了不让老将出来 不能让老将5平6 因为老将5平6以后 你这就没有铁门钻的及时 而现在老将出不来以后 我这边有个待会儿 还有一个就是说G6平4 霸王军直接刀底 这其他也是无解 没办法 那么现在怎么走呢 就是说 如果做我这一步 戴上我G6平4以后 你这些也很麻烦 解不掉 KG现在面临的一个选择 也就是要么就是象棋进球以后 在这把这个八路局再退回去 G8退到里头 手底线 具体怎么走 就是说 先补象也行 先退G也行 这无所谓的 咱就先退G吧 也是一个意思 先退G以后 我这边有个G6平4 也是这些霸王局 准备杀底将了 你这边如果说 你象棋进球 我先一杀底 你给我杀掉 我再一杀你给我舔了 这不行了 这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我先补四路四 我准备把老帅做出来 老帅做出来以后 这个心也是刚好够杀 因为我杀底一将 你拿去给我杀掉 杀掉以后 我再进底居一将 你老将舔不了 事也事不了 这看明白的兄弟 咱就多多给点支持 多多转发 下期见 我最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